我們今天要拍這個片子 其實我就是希望是一個陽光燦爛的 然後在行事中的兩片 是因為我 我覺得 我希望帶給台灣人共同的感受 就是每一次台灣的總統大選 都應該是陽光燦爛的 大家很快樂的 前進的一個很幸福的一個旅程 那其實也是賴副 呈現其後的一段旅程 我們在旅程中的旅程中 我們在旅程中的旅程中 你還要照鏡子喔 看一下你的中分頭吧 那我還不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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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請準備 好來 Action 我們今天要拍這個片子 其實我就是希望是一個陽光燦爛的 然後在行事中的兩邊 是因為我覺得 我希望帶給台灣人共同的感受 就是每一次台灣的總統大選 都應該是陽光燦爛 大家很快樂的 前進的一個很幸福的一個旅程 那其實也是賴副的 呈現啟過的一段旅程 你被交給我們在 你們眼光不錯自己 是不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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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照鏡子喔 看一下你的重分子好看 那我還不錯 好的 你們倆 要拍照 歡迎 你第一次坐我的车 不算吧 我们已经上路四年了 那一路走来有什么感觉呢 非常充实 也充满挑战 说实在的 真的是很不容易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 你感觉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比我想象的更快派 尤其是你 我认识那些鸭片 看起来很坏 你跟人家这样忘记 不过我那是为了国家安全 自己派的时候 有点是要派 因为 守护台湾的民主 那是最重要的 外面好像风景头 有感觉到 但我没什么感觉 你开车开车很稳 因为有你在旁边帮我看 让我能够放心开 还是你比较担心 风打把中分吹歪了 我就说没那么中分 重新调整路段计算中 导航有问题 我们还是继继续往远的 然后我们接快速道路 副手这个位置还是真的很重要 不能随便用臭的 也许我们做事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我们理念是一样的 你挑副手眼光真好 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拒绝你的赞美 我问你 如果我少了一边的耳朵 会怎么样呢 你会听不清楚 那如果我另外一个耳朵也不见了呢 那你会失去声音的方向性 而且你说音的范围也会变小 而且我还会看不到 因为我戴眼镜 这是一个冷笑话 不过寓意深远 我想到国会没过半 结果造成空转 没有办法前进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我正在努力 研览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 这样很好 当更多的人才进来 国会必须过半 国家才能够走在对的路上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好 加油 你们一定会开得比我更好哦 有他在 没问题 交给我 你的阳光不错哦 跟你学的 好吧 出发吧 台湾的海岸线好美 你有去环岛过吗 应该所有乡镇都去过了 只是没有连起来 台湾人很幸福 随时可以出发 去海边 去山上 去湿地 去海港 通通都可以 你想怎么走 OK 我们走民主路 民主路一直走 那我们同一路的哦 那你确定 你选帽也是狗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但我还是选狗 民主社会就是 可以容纳多元嘛 出去一趟就会知道 台湾真的走在世界很前面 没有和平和民主 就不是台湾了啦 这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 我很珍惜台湾的一切 我愿意用生命来守护 今天赖金德说啊 之前媒体提问你不敢回答 两岸一家亲的副长是谁 他又是在打这个康中保来 我就问他吧 两岸一家人的副长是谁吧 兄弟是帮谁是兄谁是弟 两岸一家亲没有同一个副长 他搞清楚啊 那主席怎么看 我刚才这些卖芒果干 他要不要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如何务实的推动台独 还有对啦 那个AID有没有打电话给你 你讲那个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憲法 讲那个两岸副不立即就台独 我猜啦 蔡英文总统一定气了 我不想跟他讲话 主席你怎么看 昨天赖金德他有释出一支影片 是跟这个蔡总统 那里面是以交棒来形容这个整个影片的主轴 那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 感觉好像是要抢打他们要走的是蔡英文路线 你怎么看他最近他跟香港已经都狂打蔡英文这张喊 其实那时候那影片比较有趣的是观看数五万 按赞数两万 你们的网群实在是不认真 要专业一点好不好 做假要做得像一点 我只注意到那个 至于说蔡英文路线 大家心里有数 如果蔡英文路线 美国为什么老是对你打问号 主席因为那个影片里面还有 那你会想推一下 就是说对国主机管就让你自己有来 哈哈哈哈 这支副手本来就很重要啊 他的副手是他决定的吗 啊 他的 赖金德的副手是他自己决定的吗 不管你觉得谁帮他决定的 大家心里有数啦 主席那个影片里面还特地有一个画面是说 蔡英文开车的时候呢 后市竟有一蓝跟一白的车 好像就是要暗喻说 蓝白跟绿的路线是背道而驰 你怎么看 这个是这样啦 蓝跟 大家都背道而驰嘛 他到底谁的方向才是对的 还不知道 还有点啦 这种就是做新闻手法嘛 看一看听一听就好 还是认真做事啦